本鑽頭研磨機 為業界首創 上下擺動的研磨方式 為最標準的研磨方式 磨出來的鑽頭 更加鋒利 更加耐用 是研磨鑽頭的一大力氣 操作說明 先將把手裝好 搖擺桿裝好 確認砖頭的材質 並選用適合的砂輪使用 原機配備CBN砂輪 CBN砂輪適用氦子材質 SD砂輪適用烏鋼材質 操作分為六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調整刻度 先將刻度向右轉頸歸零 再向左轉至 索要研磨砖頭之尺寸 第二個步驟 選擇適用的桶夾 放入夾頭座 當桶夾放入夾頭座時 桶夾頸部 需先傾斜後再放入 第三個步驟 裝置夾頭固定組的順序 將固定座和已經裝好桶夾的夾頭座 鎖在一起 再將磚頭放進去鎖緊 這時要注意的是 鎖緊鑽頭時 需保留少許的調整空間 使鎖頭才可以旋轉定位 第四個步驟 將夾頭固定組 放入調整座台 完全密合後 將固定座向右旋轉定位 再把磚頭先端腳 插入底部 向右旋轉定位 再將夾頭座向右轉緊 鎖緊磚頭即可 完成後 需確認鎖頭的刀刃 和固定座的切角 是否平行 如果沒有平行 則需重新調整 第四個步驟 先端腳研磨的角度 可從90度調整到135度 一般磚頭使用在118度 第五個步驟 研磨磚頭先端腳 打開電源 將夾頭固定組 放入先端腳研磨座 切腳步 對準先端腳研磨座之插銷後 向右旋轉定位 輕輕壓抵制紗輪 上下擺動 直到研磨身靜止 再將夾頭固定組 向左旋轉定位 輕輕壓抵制紗輪 上下擺動 直到研磨身靜止 取出夾頭固定組 將其180度反轉後 放入先端腳研磨座 同樣方式研磨 直到研磨身靜止即可 第六個步驟 研磨研磨 研磨研磨 將研磨好的夾頭固定組 放入進點研磨座 切腳步 對準進點研磨座之插銷後 輕輕壓抵制紗輪 左右轉動 直到研磨身靜止 取出夾頭固定組 將其180度反轉後 放入進點研磨座 同樣方式研磨 直到研磨身靜止即可 本機型的進點研磨 可以依需要的尺寸調整 一般適用的 擂後為0.7 mini 如何更換研磨 將螺絲鬆開 打開研磨覆蓋 然後把固定研磨之螺絲鬆開 然後把固定研磨之螺絲鬆開 然後把固定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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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更換保險絲 將保險絲盒取出 更換新的保險絲 裝回即可使用 內附一紙新的保險絲